6號的世界球由過關前的4.9倍變4.5倍 而8號的鎖定目標由6.6倍變5.9倍 另外這場的大熱門7號好知己過關前後都是3.4倍 看看臨場了 大熱門是高雅哲的座7號好知己 獨贏倍率是3.6倍 次熱門是6號的世界球3.9倍 而第三熱門就是8號的鎖定目標 另一匹馬也有落飛的馬 就是4號的好本領9.6倍落到8.9倍 8米的賽事 王旗舉起準備 一跳出來的時候 前面快點中間位置有港幽名區 在裏面就是世界球先拿一條欄 外面的位置就是好知己中間金壁滿湖 在外面就是鎖定目標內蘭白備良 那隻就有好本領 後一搭的馬又有幸福特寶銀藥時 在後多少尾衫安橋 尾衣綠色衫又有聲氣 暫時包到最後就是卓越成就 開始轉滿冠灣的時候 前面原始燦爛走外面開始殺 第二位就是內蘭的港幽名區 外面第三是好知己 內蘭第四就是世界球 在後面還有外面的第五位 紫色衫鎖定目標 內蘭的位置第六就是好本領 再一路數內馬 還有金壁滿湖幸福特寶 尾四就是銀藥時 尾三有聲氣 尾二就是安橋 包尾仍然是卓越成就 開始爆對面直路 次序大家都其實沒有什麼變動 原始燦爛放頭 好知己在外面望空就走上來 內蘭第三位港幽名區 看到內蘭沒有什麼可能會塞車 拍佈了世界球 突然走出去 在後面的一匹馬 還有內蘭好本領 中間鎖定目標 在後面才看到金壁滿湖 幸福特寶 尾四依然是銀藥時 尾三沒有變動 有聲氣 包含了最後一隊 還是安橋和卓越成就 開始轉彎中間 前面原始燦爛 占仙 但是世界球已經走上來 中度第三位 還有好知己內蘭 還看到港幽名區外面 鎖定目標 在後面還有好本領 後多小鮮 還有金壁滿湖 打衝鋒 入到最後二百米左右 前面看到世界球 占仙 鎖定目標開始追上來 外面的位置還有好本領 在後面才是金壁滿湖 接近終點的時候 三野馬平排衝刀 賣面數出來有世界球 外面就是好本領 中間鎖定目標 過了第一名 很接近 有賣面的世界球 和好本領 拍照 第三名肯定是鎖定目標 結果這場賽事 三野馬簡直飆離後面的馬 世界球是賣面 中間鎖定目標 外面有好本領 過終點一步 很接近 真的不敢說 馬上看衝線 看衝線 清楚一點 到底哪一隻 壓倒下去 看到杜利羅都坐下去了 躺下去了 躺下去了 不過也很接近 大家都拼命 白寶也剛剛到線 也是中了下去的 看衝線都未分到 第三名的鎖定目標 金碧滿湖跑到第四 然後上來銀躍市 那隻很知己 入直六 不停內閃 騎不到 原來 轉來快活谷的危機 就在這裏 再看看這個壓線 很接近 很難跑 是 好 跳出來 廣有名區 那幾部 你也知道前面 都很慢 你看看 那兩部應該是 已經按了 是 在世界上 你當然不會帶 慢慢的 慢慢的 但是外面那隻騎行座 就厲害了 我們已經預料到 我們已經預料到 這三隻馬在前面 以前都已經告訴你 好像幾個應該是跟著 廣有名區 拍攝也差不多 是那些位 對 這裏也不慢 但是 哇 被原時差勢帶出來 就這樣 前面那三隻馬 我們都 是嗎 計算了給你聽 這隻會撐不住 這樣 你看看 這張世界波 彈出來的位置 但是我們計算不到 這件事 他已經在國袖國位的時候 他博命那麼拖慢 是 這裏 鎖定目標就是 在世界波外側 對 你看 你看 彈出來了 撐不住了 對嗎 其實已經阻礙到鎖定目標 你越收越慢 真的 這些真的 與人無由 太危險了 因為要繼續跟著 對嗎 那裏頂不住 所以他 其實那個處境 很折底 就是世界波 但我覺得這樣受害 就是鎖定目標 挺可憐 對嗎 就是那裏被你檢查 那裏 他回來也不是輸 對嗎 可以這樣說 對 但如果不是這個世界波 一旁邊那裏 拆上來 可能更厲害 更厲害 那我就不知道 是嗎 你只知道 原來很知己 就不喜歡回到谷 一直耐閃 但沒有影響 就是好本領 好本領不回事 沒有影響到 完全沒有影響 現在走上來他拼頭 我就很知己 是不是真的這麼耐閃 也是的 一直抽著 沒有騎 今晚亮相 你都知道 看到了 嘩